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在上午聽取了三位專家的意見 分別是梁卓偉、袁國勇和許樹昌 接著在下午時份開了記者會和一眾高官 到底他在會上有什麼政策和措施出台呢? 我們逐一檢視一下 首先他提到會停止來往武漢的航班和高鐵 你說這些是不是笑死人? 武漢早就已經封了城了 整個湖北省除了神龍甲的臨區之外 已經是整個省封閉了 你現在才出來說 夠膽說停止來往武漢的航班和高鐵 你不可以死掉他是不是? 完全就是被動的形式 完全就是消極不作為 其他國家的政府已經開始著手 將來自武漢的旅客包機遣返 大區政府開始做這些行動 永遠就是晚三拍 而且人家不封城不封省 你都不去講這些措施出來 第二就是將健康申報的制度 擴展到所有的口岸 這些就是廢柴措施 首先你都不要說那些旅客 他是有心隱瞞你這個口岸申報 為什麼? 他正正就是想來到香港醫病 有些人是 故此他在過關之前 他就拍了幾顆止痛病退宵院 然後在過關的時候 你的所謂體溫檢測機 就完全對於這些人是無效 也不要說有些人根本上已經感染了武漢肺炎 但是他沒有發燒的症狀 你又不知道 潛伏期有14天那麼久 再進一步來說 當他申報自己發燒的時候 請問你有什麼措施? 沒有人問的 記者都不問的 澳門已經跟珠海市作出一個聯防 當發現有人在珠海的關閘那裡 原來你發燒的 或者你自行申報你是發燒的 馬上不能夠進入澳門境內 我想請問 如果這個大陸的旅客 來到香港的邊境關口的時候 他才會告訴你 他是發燒的 你會怎樣處理 是不是將他馬上送院隔離 如果是就糟糕了 告訴你 當然是隔離他 是不是 你香港有沒有那麼多醫療資源 有沒有那麼多人手 有沒有那麼多負壓病房 有沒有那麼多隔離營 你們這些人是不是喪的 你要想起這一步才行 只是申報有條賊用嗎 是不是 你香港不是有無限資源 來去Entertain這幫人 來應付這幫人 你香港的醫療制度 醫療系統 是服侍香港人 不是服侍這些外來人 申報申報完之後 那又怎樣 我想問你 會不會禁止他入境 沒有人答過 這個問題是 從頭到尾 我在浪費時間 看你的記者會 申報完又怎樣 如果他不申報 他有心隱瞞你 你又不知道 他申報了 告訴你 那你敢趕他走嗎 蛤 因為有一宗 蘋果日報 登了出來 就說 衛生署因為人道理由 就有一個人 在沙頭角那裡入境 他擺明就發燒了 然後他竟然送去北區醫院 那裡就醫 明明他一旁 就有一個鹽田區人民醫院 他都不去 就要走去這個沙頭角 入了香港境內 你還送他去醫院 如果是這樣 申不申報也沒有用 有沒有人問他們 這件事 申什麼報 叫你封關 你又不做 在那裡做這些賊 然後他就說 有什麼措施 還說呼籲市民 不能去湖北 如果現在要去的 都是萬聖自殺 不死也沒用 那些人還走去 貪過癮嗎 貪好玩嗎 除了有線電視的兩個記者 就是自告奮勇去採訪 留下以外 其他人 如果現在還走去 無厘頭 走去湖北武漢 都是死不足惜的 現在才說 第二件事就是 你林鄭月娥 堅持拒絕進行封閉邊境 即封關 擺明你不肯在源頭 堵截武漢肺炎的病人入境 你放縱的人 湧來香港就醫 你有沒有搞錯 這個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她怎麼說呢 林鄭月娥說 封關就是不切實際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她說那些旅客 可以經由其他地方來香港 你不要發夢 你不要發夢 林鄭月娥 其他的國家 早就已經有措施 來預防這些疫情的蔓延 包括禁止那些來自武漢的旅客入境 以及就算入境也好 包機送他們扯 隔他們扯 回去武漢 這些就是雷厲風行的防疫措施 你香港做了什麼呢 請問 什麼叫從其他地方入境 你都在發夢 大陸也說不再組織旅行團 然後她還提到 說不會因為香港和大陸的關係 而影響這些措施 會以市民的健康做守衛 真是難聽過粗口 然後衛生署長陳漢儀醫生 她說已經徵用了一些非政府團體的度假村 以及向房屋處徵用未入伙的公屋輝明村 有機會作為隔離營 從頭到尾都沒有想在源頭倒截病人入境 不停想辦法如何安置這些人 如何隔離這些人 想害死香港人 為何經常以控疫的角度來出發 為何不以防疫的角度 你倒截在關口封了她 這樣就不會有這些人進入境 就算進入境也非常轉折 她也首先要去其他國家的邊境口岸才再來 那已經在其他國家的邊境被人倒截了 你老美 還搞那麼多這些事情 還說在粉嶺那裡搞 北區的居民真是多得你不少 真是 你是不是瘋了 這幫人 接著到梁卓偉教授說話 因為林鄭就說 為什麼不封關 因為聽了這些專家的意見 好了 我聽聽這些專家說什麼 梁卓偉教授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 他就說所有抗疫的策略都要基於科學 任何科學以外的考慮都不能有 尤其是政治 本來聽起來很厲害 這樣說得沒錯 只不過他就引述世衛專家的意見 他就說疫情已經是十分嚴峻了 但是還沒有去到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層面 麻煩你梁教授就看看紐約時報怎麼說 人家有批評世衛的決定是令人憂慮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認為世衛這個決定是有政治和經濟上的考慮 如果將這個武漢肺炎列為緊急事件的話 有可能就會羞辱了中國 也會導致其他國家宣布旅遊或者貿易禁令等等 擺明這個世衛決定就是有政治的因素在裡面 你竟然還在引述這些人的意見 就說這些是科學的考慮 麻煩你啦 世衛作出的這個建議 這個決定怎麼會純粹是科學的決定 你不是愚蠢的那麼膠關 你到底是醫療專家還是維穩專家 梁醫生 梁教授 第二點就說 以往香港出現沙士禽流感 豬流感什麼什麼流感都好 從來未試過封關 從來以前未試過 現在就不可以試一下嗎 喂 自從長春圍城以後 中共見證以來都未試過封城封省 人家不一樣敢做 有需要你就要這樣做 什麼叫以前未試過 以前未試過就不可以試嗎 然後他就說 跟袁國勇、許樹昌和福田教授有同一個意見 就說封關是並非正確的 不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請問為什麼不可行 他的解釋是非常不清不楚的 只不過他又說武漢的封城 就是國際上認同的做法 為什麼武漢封城就只有香港不可以封關 請問是否要封城 為什麼武漢封城就只有香港不可以封關呢 請問是否要封城 要等到那個疫情在社區那裡爆發 爆到五顏六色 不清不楚的時候才封關 這時候就不是防疫 你純粹是控疫 而且是控制這個疫情不要向外擴散 那就是困住香港人在困獸鬥 到時候才封關就沒有意思了 現在人家要求封關就是為了防疫 防止那些武廢的人進來香港 為什麼你不去考慮一下這些意見呢 包括林鄭也一樣 他說有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策略 請問你是否等到爆到七彩的時候 才打算封關呢 才困住那些香港人不讓他走 走又走不了 不生不死 是不是在那裡點藏點藏 蛤?你想怎樣啊? 什麼專家這些 而且林鄭還不知所謂的 他走去斥責那些醫護人員 就說有些記者就問他 有些醫護人員考慮有罷工 有工業行動 他就說大家要表達意見的時候 就要和平理省 就不是用激烈的行動 他就說可能過去的七個多月 大家都習慣了用一些激烈的行動 但是現在就希望不要用激烈的行動 請問罷工有多激烈啊? 是不是啊? 喂 那些人走去扔東西你又說激烈 人家罷工又說激烈 罷工是基本法裏保障的人權 有什麼那麼激烈啊?請問 林鄭什麼叫為之激烈 是你定義的就是激烈啊? 還說叫人家 希望可以開心建成跟你商量 如果是擔心這個工作量 裝備 或者放工之後的安排 對不起 人家不是擔心這些事情 這麼簡單 人家就是希望你 盡快在源頭 倒截那些沒有廢的人 走入香港啊 人家最擔心的是這件事 如果你不封關的話 就會香港出現社區爆發 人家正在說這件事 不只是說你那些什麼 開心建成要跟你說 說什麼呢? 說什麼呢? 說你會聽嗎? 說了之後 你又賴那些專家說不可行 非正確的策略啊 封關是 那說什麼還有什麼好說啊? 看見這些人出來 開記者會說這些垃圾 真是眼火爆 本來今天大連初一 都不想這麼老吵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